据供应链最新消息称 即将发布的iPhone SE3可能在售价上不会有大的变动 苹果抗住了一些元器件涨价的情况 当然这是需要跑量来化解的 按照供应链消息人士的说法 今年iPhone SE3全球售价应该与之前的保持一致 而国行的价格预计还是在3299元 叠加目前全球通胀的环境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按照之前的说法 苹果预计会在3月8日举行新品发布会 届时新一代iPhone SE和iPad Air 5将会同时亮相 两款产品的量产工作已经在紧张的准备中 据悉 iPhone SE3将不配备Max FE技术 无法利用市场上已有的磁性配件 第三代S1机型的关键卖点将是新的A15仿生芯片与5G连接 并将继续支持Chi无线充电 全新iPad Air与全新iPad mini配置相差不多 升级A15芯片 支持5G网络 配备1200万像素超广角前置摄像头 同时前置摄像头支持Center Stage 人物居中功能